各位好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REBOT 韓版英雄之戰 它的一個 公會的系統 當你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你一定會想要加入公會 那REBOT 2 這個公會 你看它多了很多東西 這個 第一個 這個應該 各位應該很熟悉 這個不用講 這個國際版大家應該很熟悉 就是 你可以拿 你這邊就是按死角貢獻 然後那個勳章可以買東西 然後這個 這個就是你在打 你在打什麼就可以按它這個 然後減傷啊增傷啊什麼之類的 那 它多了這個 我在講這個喔 紅狼 然後綠 那各位有看到 各位有看到 右上角 有一個2 那個好像紅色的一個什麼勳章 它就是代表說你能打兩次 一天能打兩次 那它打完你可以跟你對 看你要找誰打 然後它可以得到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是什麼 這些東西 你就是 來這邊 喔 這邊是可以製作這種武器和防具的 好不好 應該是最主要是這兩個 好不好 那你就 把這個每天都把它打一打 不如小補 然後還有後面這兩個 這三個 這三個就是 這三個就是你可以拿到這個 那這個是在幹嘛的 這個就是在加 這個就是在加 各位有看到我這一把武器有一個4 它就是用那個星星 三角星星再加這個 加成上去 它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 它就是往上加上 那你看喔 你可以看到它 它機率你看它下面有寫一個 左邊中間那邊有寫一個20% 你看它機率很低 我衝到4 5秒把它衝到4 那它的作用就是這樣子 反正就是加攻擊 就是這樣 那你就 你就來這邊打一打 這邊有一個 看你的條件符合哪一個人 你就來打一打 那你就這樣 那你就 你可以找人家一起打 大概是這樣子 那 那我會稍微打 因為這個要打很久 攻擊力不太夠 反正就是一樣 有點像打瑞德 大概看一下就好 那你其實 其實 其實你知道 我都來這邊練那個什麼的 練那個 那個技巧 比如說你要怎麼接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想一下說你要怎麼弄啊 你要接 大致上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跟其他工會的打 你看西葵喔 之前那個韓版有一個很強 西葵又爬上來了 裡面都 裡面的槍都很鬼一樣 應該是有課金的 大致上就是跟各位介紹一下 它工會的 它就是新增的這些功能 那以上結說到此完畢 以上結說到此完畢